歌曲 纸紧 scholarship ум don't ask 花费 这场一場电视节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 《姑娘威视2013全民双弊舞蹈》 《娱威视2013全民双弊舞蹈》 我是主持人 老师 老师的KK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来欢迎今天四位大咖级的评审 中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 裴书记忆创始人沈佩依老师 来自宝岛台湾的拉丁五线后刘震 主持人 影视 三期明星 戴军老师 欢迎三位 但是今天呢 还有一位大咖级的评审 要加入我们的评审团 他就是著名的主持人 演员 刘震 刘震 大家好 你好 皮皮 大家看到刘震都很开心 我也是 见到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说吧 请问现在你还是单身吗 哎呀 绝对是单身 单身可幸福着呢 因为我们有整片森林可以寻找 对对 森林里还有一个我 赶紧欢迎刘震 谢谢 OK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第一组选手 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里南 我的职业是徐阳 但是我最爱的身份就是杜皮乌鸭 我是来自武汉的杜皮飞 今年杜皮舞 我认识了我的老公 我是来自成都的陈文静 我的儿子两岁多了 通过舞蹈 我变得更加自信 我们为了来添加奇米飞扬 多次从陈军飞到阵中进行集聚 我们是青春亮明的球员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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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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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不动 可以 我认识 我认识 不 想这个 不 frightened 不 太医者 我依然 不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来自全国的一个组合 叫Karina Girl 谢谢大家 Karina Girl 是拉丁美语的一个意思 然后就形容女孩 活泼 可爱 就这么简单 编排非常有意思 就是中间变妆变了好几次 从最初出来的芭比王傲 突然之间啪 变成了肚皮舞的服饰 觉得真的很惊喜 我特别喜欢第四位 一 二 这位 他跳舞的动作特别美 他的那个打开那个像蛇形的手 包括他打开的往上斩的那个腰 他的腰肢非常好看 很勾魂 可以再展示几个动作吗 谢谢 谢谢 等一下有几期梦 那我觉得两次换妆 第一次换妆 让我觉得很惊艳 那我觉得第二次换妆的动作 可以设计得再更美一点 可以慢一点 可以这样子把裙子移下来 我觉得会更漂亮 我一开始看到她们的时候 我完全不以为 她们是比赛的选手 我以为是我们起舞 飞扬专业的开场舞团队 而且肚皮舞的时候 让我就是瞠目结舌 她们就是会脱掉 苏达机的那种气质 会有天竺少女的清纯 作为女生 我很喜欢看你们这样 清纯一点的 妩媚一点的肚皮舞 谢谢脸 刚才我们队长李楠有讲过啊 她们是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舞团 所以每一个队员 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对 我们是来自三个城市 成都 郑州 然后BC美女 她们是来自武汉 吴涵丽 吴涵丽 吴涵丽啊 吴涵丽啊 老乡 老乡 三个城市这样的 很难能聚在一起排练 你们怎么 对 我们就趁大家都不上班的情况 然后他们请假飞到郑州 去排一天 排到就是凌晨 然后再飞回去 就这团队还挺有钱的 不是 我们因为都喜欢喜欢这个舞蹈 所以才结合到一块去做这个事情 家里人会不会反对 不反对 对 都很支持 谁支持你了 谁支持 对 我老公 我公公 我婆婆 老公支持我能接受 但公公 婆婆 婆婆说你 你到底要干嘛 然后跟公公说你不许看 会吗 没有 没有 我原来有一个想法 就想把这个肚皮舞上的猪猪 改成就是那种亮灯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 我公公是个工人 他原来学电工的 他就自己还帮我去买这些东西 我自己去试验 所以我就很感动 成功了吗 还没有 下次 下次 还在试验的道路上 而且李楠 他以前跟老公的关系是 他总黏着他老公 他老公特别忙 后来跳了肚皮舞之后呢 他老公就掉过来了 总黏着他 那当然得黏着他呀 越来越有魅力 不放心啊 我们有点就是很幸福的感觉 有点激动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你如果没有外在美 他哪有时间来欣赏你的内在美 对不对 先生不支持的有没有那位 我老公先是很反对的 他觉得我去跳舞吧 就对他关心很少 对家庭也不怎么去料理吧 怎么说服他呢 我就跟他说 跳肚皮舞一是我喜欢 第二个是为了生孩子 可以顺产呗 跳肚皮舞90%都可以顺产 跳肚皮舞可以顺产 这个科学吗 科学 科学 你怎么知道 它是边跳就边生是吗 没有 是练就练的 哪有边跳边生的你行吗 助产啊 助子宫收缩啊 我以前学医的 我想把孩子甩出去是吧 好的 接下来 一起来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 就像柳妍刚才说的 一出场会让人觉得 这是不是这个节目 自己找的一个舞群 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节目 我给的分数是 85分 我作为比你们年长的姐姐 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你们的智慧 能够妥贴地安排家庭生活 以及你们的喜好 把这一切都能够平衡了 这样家人就不会嫉妒你们的爱好 不然他们会嫉妒的 好 我给你们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50位 数是885分 谢谢 对 当然我觉得技巧上 各位都可以再练得更成熟 所以我今天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0 10位数是80分 谢谢刘老师 常听到做艺术类的人会说 舞蹈是我的生命 音乐是我的生命 演戏是我的生命 其实他们永远不知道 家人才是自己的生命 好了 我答应 各位数是0 10位数只有90分 谢谢刘老师 刚才留言说的 家人是自己的生命 舞蹈是自己的生命 我只想了一句话 刘真 是你的生命 我跟你说 不是你的生命 是要了你的命 好了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二部特区 刘均 刘均 对对对对 戴均老师 戴均老师 戴均老师是思维老师 当中唯一男性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是跳给你们男人看的 我们跳给自己看的 对 你们男人给我奥 跳给自己老公看的 对了 哥哥他们拿到了 255分的好成绩 因为是第一组选手 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 威武冠军吧 恭喜他们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加油了 加油了 祝福 加油 我爸爸是葡萄牙人 妈妈是中国人 我是精通中音符三国语言的街舞少年金马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边唱边跳 摸榜中外明星 我不想离开中国 因为我想上北舞学习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永远在台上 给大家带来快乐 我会变开 我的故事 请不飞啊 我现在来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精子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此前大家都有趣 bea 們! re 互相 四 Marketing Bad Bo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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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帅哥 也谢谢我们 非常优秀的舞蹈男生 谢谢 我如果很多次这个舞台 我最怕见到比我帅的帅哥 并且年龄一看就比我小了 至少一半 一半以上啊 这个娜娜的招呼 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金嘛 我今年11岁 我喜欢唱歌跳舞舞似 很帅 十一岁 看长相不太像本地的 我爸爸是葡萄牙人 我妈妈是中国人 中途混选 你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 你了解吗 知道他们怎么相识的吗 知道在咖啡厅 咖啡厅 然后就是我爸爸那时候 对我妈一见钟情 你爸对你妈一见钟情 这样好不好 用那个葡萄牙语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好 我叫Burno 你好 我叫Bu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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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琼老师肯定是明白这个意思的 对对对 你翻译一下吧 我之前说的一样 就是我叫金嘛 我今年11岁 我现在芳草地学校读书 北京在北京读书是吧 对 刚才那个舞蹈 你学了多久 我很喜欢那个 Justin Bieber 然后我最后半段那支舞 就是我们模仿他 后半段明显要比前半段 跳得好很多 你知道吗 按照11岁的孩子来说 你在台下给我感觉很惊艳 你知道吗 说哇 这是一个明星 这不是一个小孩 不是一个在北京读书的 就是一个普通孩子 你本身现在 就是在一个正规的学校 对 像普通孩子一样学习吗 一样学习 那除了Justin Bieber 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明星 有 我比较喜欢 Beyonce Rihanna 还有Usher之类的 哦 因为这个舞台 其他舞台 大家看到舞蹈 比较多一点嘛 那你的唱功怎么样 因为如果要成为一个 中国的Justin Bieber 肯定要唱得很好 我也会唱 我要带来一段 那个Adel的 Rolling the Deep Adel 那个 很难啊 很难的 真的很难 OK 加油 谢谢大家 K.K.真的很感动 你知道吗 他购去了我很多少年时候的回忆 看到了年轻的时候自己 不是 在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偶像 这个电影你肯定没看过 陈老师跟我应该都看过 德国的一个叫英俊少年 他非常像那个少年的感觉 对 对 非常非常像 戴老师你看到我有没有想起 另外一部电影叫英俊青年 没有就算了 刚才那个 你让我想到另外一部电影 我们车里的牛百岁 金马是一个中仆混血 而且他的很多在家里的 父母对他的教育 都跟我们不太一样 用那个葡萄牙语来点评一下 那我们四位老师的特点好不好 我觉得沈老师很 PROFICIONAL PROFICIONAL 什么意思 发音挺准 可以吗 是那个就是很专业的意思 专业 其他两个 几位老师就是 不PROFICIONAL 不是这个意思 不PROFICIONAL 我觉得柳妍老师很 ALEGANAL ALEGANAL 我知道 就是他特别喜欢FUNGENDAL ELEGAN 你是说ELEGAN的吗 是说了很优雅吗 对 优雅 他是应该用 经验 然后无法抵御的 他的那种魅力吧 不不不 我的内心是优雅的 OK 我对一种表演 七岁的男孩看女人都不准的 那觉得戴老师呢 也是PROFICIONAL PROFICIONAL 非常专业 ELEGANAL 我觉得小说很BONIDA BONIDA 漂亮 BONIDA BONIDA GRACIAS GRACIAS 谢谢 谢谢 那你讲上我 应该用什么词呢 BONIDO 我明白了 BO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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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BONIDA BONIDA 谢谢 真的就很难就卡进去了 所以她那个葡萄牙表演的是 西班牙舞蹈卡门嘛 刚才那个舞蹈确实有一些瑕疵 但是其实我们聊这么半天 一直都很希望看到金马能有一个 自己的solo 对 跟我们带一个单独的秀 让几位老师再看看你的光彩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金马 加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orning is no one who cares about me 完美 太棒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 进入金马的打分 时刻 我特别喜欢你的是 你的在舞台上的素养 和你的家教 所以我喜欢你这些 希望能保持下去 各位叔叔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金马 你是一个天才 谢谢老师 无论是你刚才的正式作品的solo部分 就开始的那一点solo 我就能感觉得到 他结构动作与音乐的能力 超乎他的本年龄 其次呢 我觉得他的整个的这种气质 舞台气质是非常脱俗的 他别 你别看他跳的是这种流行舞蹈 但是他的气质很脱俗 很干净 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呈现方式 那么我给你的分数是 各位叔叔 50位数是995分 谢谢老师 金马 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舞台上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只跳舞 真的太可惜了 你应该多训练你的声音 因为其实你讲话的声音也很迷人 不止你唱歌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 比起要当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你更适合当一个明星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明星特级 谢谢老师 那你要继续加油 而且你可以走国际路线 我给你的分数是 各位叔叔 我10位数是995分 我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主持过小孩子的节目 我看到太多小孩子 技巧是100分 个人魅力和表现力是0分 但金马身上个人魅力和表现力是100分 但你的技巧我不得不说不够高 所以我不会给你特别高的分数 没关系 没关系 他还年轻 他会记得你的 没有 他说没关系的潜在此次 我已经把你奥特了 对耶 留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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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各位主持人 10位数只有90分 谢谢老师 很多朋友在帮你加油 加油金马 接下来看看他的运气如何 一起进入奥特特区 看看是否能够奥特掉最低分的留言 带军老师 好 因为刘震老师就是 我也很喜欢跳拉丁舞 所以我就不会跳刘震老师 然后因为我也想考北舞附中 然后我觉得那个沈老师他很专业 所以我也不想奥沈老师 以后还要找沈老师帮忙呢 因为他想得很明白 因为柳妍还年轻 等到他当明星的时候 柳妍还在这个娱乐圈有地位 等到他当明星的时候 我估计就退休了 所以不用估计你的感受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告诉大家 金马在这里拿到了280分的好成绩 所以要恭喜他进入我们的 威武冠军吧 谢谢大家 我们在一起演出已经7年了 每天在一起训练抽调 有一次两个手就从上面掉下来了 都摔得流血了 当时我很心痛 很严重 但是演出还要继续演 这次我们尝试是一个高功车舞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飞舞这种发展 飞舞精彩 谁是奥特曼 打动用几项 谁是奥特曼 打动用几项 打动用几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召唤召唤 召唤召唤 召唤召唤召唤 召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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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 大家好 我叫刘洋 欢迎刘洋 大家好 我叫梁爽 梁爽 你们两个合作了多久了 我们合作了七年了 七年 能告诉我今年多大吧 我今年24 我今年23岁 23 就16 7岁的时候 两位就开始搭档了 你们是赏心悦目和提心吊谈 二合一的一个表演 非常美 但是看到我回是冒汗 真的是太惊险了 中间就是你们合作的过程中 有没有出过什么事故吗 严重的一次是从上面掉下来 哎呦 哎呦 掉下了 是大概多久之前的事了 有一年多了吧 她说当时舞台上不是很痛 我们把自己堂扁出 演下来完了以后 赶快我报了她去医院 你们两个是情侣吧 是的 合作多久以后 你确定这是我要找的人 合作了一年多吧 你们两个都是初恋吗 对彼此 是不是 是的 哎 能嫁给初恋是非常美好的事耶 跟她在一起五年恋爱 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吗 最浪漫的事就是买了一束花 五年买了一束花 一束 哎妈 你太快过日子了吧你 啊 你们可以是情侣 为什么不是夫妻啊 因为七年刚好该养的时候耶 我有听到我们的导演介绍 我要说两位在2011年的时候 你们已经领证了 是的 领证不就是 那就是结婚了 就结婚了 我们还没有举行酒席 婚礼是不是 没有一个公开的仪式 对 KK有很多地方白酒仪式 是代表着双方家长的认可 领证只是一个政府的认可 嗯 其实今天啊 刘洋她是有一个小小的心愿的 我想实现在这个舞台上 举行一场婚礼 啊 举行一场婚礼 对 让我们一起掌声期待 这幸福的时刻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就是他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时刻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 在我右手边的男主角 请面向你的女主角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你是否愿意跟她继续生活下去 无论她有多么嫌弃 你做的饭很难吃 你的袜子很臭 她做的饭很难吃 甚至有一天在你身边出现了 像戴军老师这样的高富帅 又或者像我这样的男吊丝 你也不会动心 你愿意吗 愿意 她愿意 但是 男主角 今天还有一段心里话 要向你表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一直跟着我在外边流浪 又受苦又受累 这是我对不住你 以后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 爱护你 呵护你 以后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大家都特别喜欢她们两个亲一个 但是我觉得作为两位特别优秀的舞者 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先去这个吻呢 为了让这个婚礼达到一个最高潮 两位可不可以给我们献了一个空中之吻 可以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她们的空中之吻 她们为我吗 这样的空中之吻 好奇葱 怎么可能 天啊 好奇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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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姝 先跟我说一下 刚才的感觉是什么 挺感动的 刘洋 你知道有多少男生 特别恨你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样的吻 哪是一般男人能给的呀 这个变子也购不到啊 对 你看 好恩爱啊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他们幸福的打分时刻 如果按杂技来说 你这个节目100分都打不住 我觉得太好了 如果按舞蹈来说 这个我真的给不了高分 但是你刚才说的一句话 让我真的觉得 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你说了 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 每个人的生命中 要遇到像一个人非常难 也许对方会对你做这件事 但不一定会说出来 所以两位一定要好好珍惜 也记住今天的事业 祝福你们两位 祝福 谢谢戴老师 各位收入50分时期发85分 我觉得总体来讲 美感各方面都营造的都很好 但是我认为最后的结束 还需要再寻找一下 少一个扣 从这边调动到这儿 然后停 停 停很久 我觉得有点虎头蛇尾 还有一个就是我建议 两位能够更多地训练一下芭蕾 让你们的肢体能够更美一些 但是你们有了舞蹈的意识 这一点特别地值得鼓励 谢谢老师 陈老师 各位数是5 10位数是8 85分 我觉得刘洋跟良爽这一段表演 还是很美很浪漫的 那尤其是你们在空中好几次的线条 让我想到了水舞间那种国际级的大秀 那相对于你们在地上 地面上的移动 我觉得那个部分 是你们可以在琢磨在研究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 你们的舞蹈 你们的表演里面有爱 所以我今天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零食位数是 990分 你们这个舞蹈的题目叫练 可是我却感觉到 要纠结和苦练 是那种虐心惧的感觉 你们的爱情那么美好 为什么不把你们真实的情感 表现在这个舞蹈上 还有就是我要提醒 电视机前像刘洋这样 以自己内向为借口的男生 女人是注重形式感的动物 求婚 结婚 酒席 婚礼 一样都不能少 这是你们以后到今婚的时刻 可以回忆的最具体的 最美好的事情 刘洋 一定要做到 刘洋 还有无数的纪念日 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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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 刘洋可以吗 不可以的 95分 一起进入他们的奥特区 看看到底会奥特掉 哪一位老师呢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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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要告诉大家 两位拿到的分数是265分 距离我们在V5冠军吧的分数 还有一些分差 所以有些遗憾 要跟两位说再见了 但是还是特别要感谢两位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美的舞蹈 同时也带来了你们的幸福 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 祝福你们 永远幸福 谢谢大家 女王教授 谁是奥特曼 大分后金箱 amazing fans 我们现在去个游客 装与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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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ippin' gin juice Layin' underneath the palm tree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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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I don't care what these chicks say I don't even look their way Look their way, look their w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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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I don't care what these chicks say I don't even look their way Look their way, look their way Every time I walk in the crowd They hate on me Cause they know it looks good My hair done right And my dress real tight All eyes on me I took the night Every time I walk in the crowd They hate on me Cause they know I look good My hair done right And my dress real tight All eyes on me I took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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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eyes on me I took the night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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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e I don't care what these chicks say I don't even look their way Look their way, look their way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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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e 大家好 我们是Vogue in 联盟 我叫鸦鸦 你刚才跳这个舞种叫什么 Vogue in 灵感来自于Vogue 这个时尚杂志 分辨模特的姿势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女模特 所以这姿势比较女性化 你要想会跳这个风格的Vogue in 必须要会有五大元素 哪有五大元素 第一个是手 手 这种 手很快速的 对 旋转 对 旋转 已经演示完了 对 好快 那第二种呢 就是猫步 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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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不是模特走秀 这个猫步 不是 是这样的 火焉 要不要来一下 不用 我觉得好像就是夹着屁股 然后弯着腿 这样动 有有有 蛮好看的 第三个元素 它是猫步 它是猫步的一个演变 嗯 就是把猫步的座把 蹲在地上坐 哦 好难哦 好难哦 大可乐 哎 这个让我想起了五大郎卖饼的时候 还不是嘞 原来是高端的 还有两个没说 还有哪个 好 第四种元素是 spin and deep 就是旋转与摔 对 就是这个 那个好难啊 那个太漂亮了 再来一次 太好看了 嘿嘿嘿嘿 那现在坐慢了一点 没力气了 摔不下去了 第五个 The low performance 就是地板表演 柳妍刚才那个五个元素 你觉得你自己对哪一个最有兴趣 猫步吧或者 还有手的可能 还有手的那个 但她的手很快 教一下那个手的好不好 好的 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 他怎么转的 怎么转的 好难啊 那个蝴蝶服里面有这个动作 有 有小网坊 对 Vogin很重要是态度 那我觉得鸦鸦你有 你有那种很不可一世的感觉 Vogin要让人家看了觉得 我好想打你 我要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觉得林子大 对 对 我真的挺开眼的 因为我坦率来说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这个舞种 麦当娜的眼睛 这个舞种 非常会跳这种 麦当娜的与会就是她这个吗 对 她有专门的一首歌 会跳这样子的舞 我觉得这个事业 是不是刚刚开始 是的 刚传到中国不长时间 算是中国的一个新的舞种 对 也在中国算 其实对于Vogin 在这条舞蹈之路 要去发展更多的人 去认识她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自己要贴本 要付出的更多 我是上了大学之后 才喜欢上舞蹈的 现在Vogin刚传到中国不久吧 然后跳的人特别少 就是我希望上这次节目 大家了解到Vogin 就是其实Vogin 并没有那么难 也没有那么扭曲变态 其实它很 是一种高端史上大气的 那种感觉的舞蹈 就是你跳完这个舞之后 我觉得你的气质 会变成女王的气质 让人不可直视的那种 女王的气质 这是个小众的舞蹈 但是你们是 最早吃螃蟹的人 等到有一天 你们会走过来 会发现自己 哦 我喜欢的东西 慢慢慢慢被大家认可了 这是一种成就感 但是你刚才说的高端大气 还有另外几个资助 现在在这舞蹈上 真没有体现出来 我希望有一天 真的能看到高端大气时尚 好 好不好 好的 在大中华地区吧 然后那个第一个传播 Vogen这个舞蹈的歌手 蔡依林 想向她稍微地致敬一下 就是可不可以邀请我们漂亮的 柳妍老师跟我们一起 好 我愿意学 我很喜欢Vogen 好 她是怎么走的 夹着 然后这样走了吗 好 有 有 有 非常性感 好 其实不是美感为重 是气势为重 对 刚才那个气势 就是刘真老师说的 想去打你啊 谁想打我 我们来教哪一段呢 教蔡依林的《美人计》 《美人计》 对 《美人计》 好 好 ghost 每次我们的party 现在我们与三只来 一起来出镜头舞蹈好吗 我们的芦苒 我们的芦苒 谢谢 谢谢 好开心啊 我的天啊 都是这样子的 这样好吧 我们几位老师来点评一下 跟她六言看得怎么样吗 说实话 刚才芽芽和柳言看的时候 我全部都在看芽芽 觉得她更有魅力是吧 对 那柳言有没有加分呢 没法打分了 太低了 谢谢柳言 谢谢 谢谢 哎 这样走过去 不行 这点好难走啊 好美哦 这样起来最后再走一走 完全这样的哎呀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他们的打分时刻 作为勇于挑战的这一组年轻人 所以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鼠笔 谢谢 90分 谢谢 对我想象差一点 高过一点 我想你现在刚刚开始 没关系 我们抱住自己的愿景 一步一步 高端 大气 时尚 向那个去靠拢好吗 好的 加油啊 我给你们的分数是 各位数数 10倍数18 85分 因为麦当娜是全球时尚偶像 也是我的偶像 也是我的偶像 我非常喜欢他 所以我也很早就知道了Voggin Voggin不是全民健身舞蹈 他只属于特有的 时尚的有个性的人 但是我想说 女王的气质 为什么今天没有发挥出来 就完全不怪你们 因为女王不是一日恋成的 但是不修不练 你永远也成不了女王 好在我们有一颗女王的心 持之以恒 你们就看着来吧 所以加油 各位数是0 10位数是0 百分数 1 1百分 谢谢刘老师 别out我 刘老师给的分太高了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out特区 看看鸦鸦是否有这样的好运气 能够笃定没有out掉的是柳妍的100分 之前呢 先休息一下 今天广告 待会儿见 一倍诗 欢迎参与短信互动 你觉得这些奇舞有趣吗 手机编辑 你想说的话 到10669588290 就有机会货 由一倍诗提供的深海凝脆 寒润套装和智能手机 欢迎回来这里的 胡闹笔下2013 全民创意舞蹈 进行就奇舞飞扬的现场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out特区 来看看鸦鸦到底会out掉的是 哪一位评审呢 太金老师 真的是坐在煤气灶上哎 这位评论也是五位男老师 可能木骨岛太女性化 可能男性不太能接受是这样 没有想到戴玉老师这么时尚 鸦鸦这组呢拿到了270分的好成绩 但是在我们的V5冠军吧那是280分 有十分的差距 所以有些遗憾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关于中国的传统的记忆 我竹竹辈辈 他们其实都有练过我书的 两岁我舅舅已经就帮我白腿了 这次带来的是一种 结尊不同的表演 我希望这次表演带给大家的是一种 不一样的身体称职 做好 谢谢奥特曼 大风投金箱 Amazing Fan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来救救你 大家好 欢迎吴希子 这个太吓人了 你这是从小就发现自己的肢体是这样的 还是后天锻炼的 是因为我足足背背 他们都是喜欢中国武术 但是你表演柔术的时候 那真的太精彩了 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男的 可以把自己的肢体观成那样 你从几岁开始练的 刚初说没几个月 我姐姐就可能掰我了 孩子五岁之前 她的关节什么都很稚嫩 很容易受伤 大运动量的链是特别不好的 你身上有伤吗 那肯定任何东西有利有弊嘛 肯定会稍微有一点 对人体不好的 你能告诉我怎么能 才能避免受伤吗 一定要把握尺度 就说你的极限到了那里 你不能再强迫性再过来 你的极限在哪里 刚才那个是你的最大难度吗 还没有 我的肋骨都可以掰出来 所以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住嘛 世界柔术文嘛 柔术可以掰 然后手掌可以360度转 大家手掌伸开 这个用力往下掰 再往下掰 再往下掰 贴到这里 哇 有多少人能做到 你要让自己尽量的不要受伤 一定要每个关节的柔韧性 都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比如说大拇指也是一样 这样放斑 你这样放在那里 放斑 放斑 再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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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那里 已经贴在皮膚上面了 贴在手骨上面了 这只是你的柔韧性达到一点 你刚刚有一个手臂的关节的那个动作 对对对 你可以做一次吗 我把手这样跨过去 嗯 绕过身体的那个 这有点像胡迪尼那个脱靠那个 就是我现在只是半吐角 如果长吐角的话可以撞一圈 哦 半吐角可以折叠过来放这里 这样好不好 再给我们展示一个 听说你有一个功夫很厉害 可以钻这个网球拍 不可能啊 它肩那么宽 我跟你说 最多能脑袋过去差不多 对 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可以巧识一下了 PK你先靠一下 这怎么钻呢 你看过不去啊 哎呦喂 你试一试 哎 帮我弄一下 哈哈哈哈 好 OK 来 给我们看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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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难好厉害 但是在他看来好像这 不算特别牛的事 付出这么多努力 然后又就是很辛苦地去锻炼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 我这个就非常的实在 我只是能够把中国 现在目前稀有这个东西 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即使在西班牙 已经待了五年的时间 然后那个时候 是有机会可以入西班牙籍的 但是他一直觉得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要以中国人的身份 去向世界传递中国传承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绝活 我有一次去一个城市表演 就有一个市长 他们就是说 没看到我的东西之后 都非常反感 后来掌声完之后 那市长都马上就跑过来 他说你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吗 这样的 然后还在演还在演 我的态度是这样 既然我有一点肌肉 我觉得有时候是非常有必要 拿出来给人家亮一亮 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去进入吴希子的打分时刻 你整个编排非常的好 但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背后给你的大屏幕 出来的是古墓 你在箱子里面出来 你的服装要有改变 因为在里面谈了很多年了 你是一个干尸 对对对 出来的以后太苦通了 纯粹地从舞蹈的方面来打 我选择的分数是 好 戴琼老师的分数是80分 舞蹈是肢体语言的一种 不是所有的肢体语言都是舞蹈 这很关键 所以你刚才的这场表演 相对准确而言 这场表演应该是属于情景柔术小品 80分 舞蹈毕竟要传达的还是一个美感 在音乐里面舞蹈的柔软度 那个部分是还要再多加强的 所以我今天的分数是 80分 如果作为柔术来讲 你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不用讲 可是如果他作为今天 一个舞蹈表现 作品来讲的话 我觉得太不够了 无论是音乐 还有舞蹈的部分 我看到的很少 还有整个的编排 其实是脱节分层的 并不完整 我不需要看你吞枪 或者吐火 作为观众我不想看 还有吴希子 如果我是你的家人 我是你的妹妹 我更不想让你做这个 我想让你健康 我想让你快乐 我不想让你吃苦 对 这只是对我个人 如果没有牺牲的话 哪有成就 你说是不是 我不要你牺牲 我又牺牲了嘛 我干嘛要看你受苦啊 我干嘛要看你受苦 我身体没有一个地方 现在受过伤 你说我这 我觉得现在的观众 不见得爱看这样子 所谓的绝技受伤的表演 是你们愿意看的吗 对我来讲 我根本不说这是一种绝技 这里面包含有中国中医 医药 可能在关于骨骼方面 都非常重要的 其实柳源老师 我想跟你讲的 就是她觉得这样的一种 舞蹈表现是没问题的 对啊 可是会让你觉得 紧紧当当的就好了 你说话不能说 把所有的中国人代表出来讲 这是不对的 我没有代表 我代表我个人 不管是任何人说中国人坏话 我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 我跟你说 我有说你坏话吗 他只是希望你能够更健康快乐的 你就凭凭我的舞蹈 跟我这个东西 一点问题都没有过 我完全地承认 对不起啊 如果你觉得我伤害到你 那不是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是 没有人会伤害到我 我就怕伤害到那些 就是经不起伤害的人 我已经经历过了 根本就没关系 柳源老师确实是表达了 在个人的角度 当然 有件事 我的舞蹈就是 我要告诉过 告诉给你的 就是其实有一种东西 叫做尊重 当别人讲话的时候 当别人讲完 然后再去表达自己的意思 对啊 他讲完了 我一讲我的这种想法 对吧 好 现在我讲话都没有讲完 你一直在打断我 好吗 我不喜欢你的表演 你也无视于我的存在 其实这很好 本来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每个人欣赏的角度也不一样 我们本来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我又偏偏坐在评委 这个位置上 我本来想弃拳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但是那不尊重这个舞台 所以我尊重你 而且我特别尊重 我们齐舞飞扬的舞台 我觉得任何一个 站在齐舞飞扬舞台上的选手 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个 比赛的精神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 跟自己不一样的声音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手 就是起码对自己 跟对别人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他有尊重 我觉得他有风度 没关系 没关系 80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奥特特区 看一看无锡子 到底会奥特特区 哪一位评审 之前呢 仍然要休息一下 一顿广告 待会见 欢迎来到这里 请问我们小艾琳 在全民创业舞蹈 星星秀七五飞扬的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奥特特区 看看无锡子 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评审呢 留言 我们告诉大家 无锡子达到的分数是240分 很遗憾他要离开这个舞台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感谢无锡子 今天能来到这个舞台上 也希望他在国内的发展 能够一帆风顺 认识更多的朋友 告诉别人 他的柔数是怎样的 加油 我们是广州地下舞蹈团 我们是把宠物加进舞蹈的 第一个团队 上次我们非常遗憾 选错的老师 选错的老师 奥特要的是 带选老师的一百分 这回我们周冠军 势在必得 我们即将出色来潮 谢谢奥特曼 大分合计将来 大分合计将来 出色的老师 都要合计渡 大分合计将来 绝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创意 就是大家想出来用 这样跳这个兔子舞 看过猫剧 这时候看到很多动物的剧 就觉得我们国标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类似像这样一台舞台剧 一样的感觉的一个东西 它表现的是兔子 你比如说只是靠 移动重心这样 我可以把它说成是猫 我可以说成是什么 任何一个动物都可以 但是它在移动的时候 啪 突然站起来 哎呀 一下子那个兔子的 那个可爱的形象 很久了 一下子就有了 就抓住了 而且多次出现 而且出现得非常巧妙 然后几次舞台调度 很好 特别棒 谢谢小老师 谢谢小老师 我觉得你们太吃亏了 这么好的一个作品 爹妈都在电视机前 看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完全认不出 自己的孩子长得一样 这是演员啊 对 我觉得好可惜 是不是就刚才那个 中间那位化妆 化得最少的那位女孩 她是个兔女郎 然后梦境中 她成了一个女王 真的是女王范儿来了 所有的兔子都向她乘服 最后她醒过来 发现是男客一梦 自己还是一个兔子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男生很特别 你们是穿的是袜子吗 男生穿的是女版的袜子 对 男生穿的是女版的袜子 而且男生还戴头套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 颠覆了所有拉丁舞的形象 是我第一次看到男生 做这样的尝试 就是你们用到了恰恰的元素 然后把它跟兔子的造型 做结合 我觉得是很棒 而且很大胆的尝试 很好 还有多的吗 有 再搞两条 我跟佳老师 如果你们这段舞 只是你们音乐剧的一个呈现 我一定会花钱来看你们的表演 谢谢老师 另外当你们跳完这个舞之后 我会对你们这群兔子 有一个肃然其境 就是不要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兔子 其实我的人格 我的精神可以高于你们一切 我们可以做到 所以这群兔子太牛了 谢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 还是卧虎藏龙 其中有两位是马磊和江冠宇 两位都是在国内很多大赛 轮流拿第一名拿冠军的这样的选手 像我们俩就是因为我们是同 06级同一个班的 然后从小就是比到大 加上我比12 他也比12 我比14 他也比14 所以我们俩从来都是你争我抢的 反正是良性进招 良性进招 你们俩谁得的冠军次数最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像好不好 今天我们现场也摆一个擂台 两个人分别solo一段 然后让现场的观众以掌声来定 今天的冠军是谁 好不好 好好好 OK 每人单独solo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跳一样的组合 OK OK 好 我们跳一样的组合 大家好 我是一号选手 马磊 相信我 给你们最好的我 大家好 我是二号选手 江冠宇 我用肢体表达一切 真是不良 好 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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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二号首 姜冠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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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用分 她们跳的真的不太一样 对 她们透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你喜欢哪个 马蕾是王子 对 马蕾是海盗 对 我喜欢海盗 哇 你喜欢姜冠宇 我比较喜欢王子 我也喜欢王子 因为她今天啊 我觉得第二位演员啊 我觉得你刚才的表演 有一点偏紧了 对 她太想赢了 你可能太想表现了 或者说你太知道 你自己的优势了 不要去表现 一表现就紧 就会失态 我喜欢马蕾 但是两位都看得出来 是非常优秀的 都是高手 对 拉底鱼选手 很棒 可能因为我真的是比赛过来的人 我很喜欢看到竞争型的选手 就是我一定要赢 欲强则强 我喜欢你的份儿了 因为她们都投你票 大家可能会说你输 因为我喜欢你 好的 现在评论老师给出的票数是 马蕾有三票 姜冠宇有一票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现场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喜欢马蕾的话 请鼓掌 OK OK 知道了 导播这边告诉我 大概达到90%以上的掌声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江冠宇到底能得到多少掌声呢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两个人难分高下并列比一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他们的打分时刻 高端 时尚 大气的舞蹈 所以我给的分数是 位数是零十 位数是零百位数 一一百分 首先创意好 其次造型好 再有主题形象抓得准 舞台调度巧妙 总体来讲这是一个上品 哇 好高啊 沈老师 各位数取零 十位数取零百分数 一一百分 我觉得你们帮拉丁舞 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跟突破 所以我的分数是 各位数取零 各位数取零 十位数取零 百位数取零一一百分 不要输了 各位数取零 十位数取零 好慢啊 几度了 百位数取零一一百分 我走了 四个一百分 又出现了场上最高的分数 KK 下面跟他们就无关了 考的是我们四个人的人品问题 对对对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 在孩子们心目当中 四位老师的人品 哪一位最额的之前呢 还是要休息一下一栋广告 待会儿见 无奇不咬V5Style 药宝师 伊贝师 欢迎参与短信互动 你觉得这些奇舞有趣吗 手机编辑 你想说的话 到1066-9588290 就有机会或 由伊贝师提供的 深海凝翠 含润套装和智能手机 欢迎回来 这一集图的位置 203全民创意 这些舞蹈天气球 起舞飞扬的现场 到底他们会奥特调 哪一位老师呢 一起进入奥特区 沈本丽老师 为什么 哎 为什么 谁能回答我 张曼 是谁按的 我想躲起来 真的我要躲起来 为什么 因为创意 我们是非常有自信的 但在专业的一些 肢体语言上面 我觉得那个沈本丽老师 是非常严格的 感谢你们的谦虚 难得 好 谢谢老师们 谢谢孩子们的表现 今天真的是非常棒 他们拿到了 300分的好成绩 所以恭喜他们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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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师哥就跟我说 我以后的出路会特别在 我就依然决然到从崇吉大学退学了 第一年考五院的时候没有考上 第二年的时候我选择了沈阳音乐学院 舞蹈学院并导系 很多同学和老师都不理解我 觉得我特别偏扯 是因为080的地震景 让我知道了 追求梦想是最重要的 在意识的天空飞扬 有点绿色的帮助 比较有 但是我和老师 这个学院的相机 是最终的 天空的对手 有点 不? 天后开闭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有缺憾的我 所以就会有别人的嘲笑 经过一段痛苦的成长 最后我就觉得 我是应该 正视我的缺点 勇敢地站在舞台上 谢谢 谢谢 你这个作品开始的第一段 很好 对 第一段 很亮 但是慢慢慢慢就露馅了 就让我觉得你仓促 是不是有点紧张 很久了 在现代舞里面 你的肢体的饱满度还不够 所以那一段跳那么长 其实也有一点 让你自己的缺点 被看到比较多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在精简 然后把你后面的时间拉长 这样整个作品 在我们看来就会更完整 谢谢 刚刚舞是不是没跳完 特意剪短了吗 对 那柳妍豁出时长问题 那你既然学编舞的 为什么不把它编得更 跟我们说说这个舞蹈 本来后面还有什么样的表演 我应该一直走下去 因为我的人生也还没有结束 我站在齐火飞扬舞的舞台 我就觉得我已经完成了 梦想的一步 但是我还有更多的梦想 谢谢 可不可以把它演完 好 感谢观看 其实特别好 但你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又着急了 结尾的时候没hold住 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赶紧收了 有两点我对你不满意 就是沈老师说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或你动作没有发挥好 你马上回答说 哦 因为等太久了 还有包括我说 你是不是舞没跳完 哦 因为时长原因 就只减成这样 我告诉你 其实一个成功的人 他赢在哪里 就是比别人多做了一点点 既然把你的音乐剪短了 那就剪短了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你要重新去编排 让它更合理 既然你等了那么久 你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刻放弃呢 你应该表现得 比任何时候才好 才对得起 你等了一天 所以你只要做到最后的这一步 你就会是今天的王者 加油好不好 软杰跟我们聊一聊 整个追梦的过程好不好 我以前不是学编导的 我中专毕业之后 去了重庆大学 表演专业的舞蹈系 然后我在班上 在学校都是个子最矮的男生 我觉得这个特别现实 我现在是编导 我也特别能够理解这些 但是当时觉得 我专业是全班最好的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我 我渴望一个舞台 我就从重庆大学退学了 想到北京去学编导 因为我是四川是明阳 是三台县一个小县城的 没有看到专业那么好的人 就觉得我特别卑微 觉得竞争太大了那边 对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还那么疯狂 就去选择我要退学这种事 再来一次你就考得上 更好的学校吗 所以你后来放弃了 没有 第一年参加了 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的考试 考了第十名 但是他们只收八个 运气也有点差 每次都是最后一步 第二年去了沈阳音乐学院 舞蹈学院编导系学习 然后现在就非常高兴 可以一直走下去 我可以做一个动作吗 好啊 来 一直停不下来 我应该给你配合一下 我走过去再走过来 哎 还在转呢 一直停不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进入软洁的打分时刻 这是今天所有的舞蹈里面 唯一一个让我看出眼泪的 100分 100 这才是我们最想当的对手啊 他刚才这个作品呢 让我想起西慕容有一句话 他说我们都是一个戏子 对 我们在别人的这个作品里头 流着自己的眼泪 我在想你在借助这个作品 也在诉说你自己 相信自己 有一天你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为你自己的神话 95分 小说家的第一本书 通常是他自己的爱情故事 那我们今天看到你这个作品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故事 你在把你自己的脆弱 让我给你自己的坚强 呈现在这个舞台上 继续加油 95分 我看你这段舞的时候 我特别有感触 我觉得我的心 完全沉浸在你的心里 就是我能看懂你 我不是说你今天差了那么一点点吗 但没有关系 今天这一点点我帮你补上 好 100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奥特特区看看软洁 他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老师 之前休息一下 一段广告待会见 欢迎回来这里的 舞蹈温柔 是203全民创影舞蹈 基确秀 奇舞飞扬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 奥特特区看看软洁 他觉得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评审 刘珍 其实我特别喜欢刘珍老师 因为我经常看台湾的节目 我临生气的时候特别可爱 他特别喜欢跳跳 你有在意吗 我会动脚 所以你是想看我生气吗 所以把我奥特 没有 我就是特别想跟你说话 见过我这款 告诉大家今天软洁呢 拿到了295分的好成绩 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现在在我们 威武冠军吧的分数是300分 只差5分 所以不能进入威武冠军吧 成为威武中冠军 加油 软洁 谢谢你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威武球冠军 来自广州艺术学院的同学们 恭喜他们 在这里我们要同样感谢 本期的五指腾爱琴老师 感谢殷都红长沙队 本节目主持人不是的大力支持 这位向主观的朋友 如果你有枪舞的冲动 赶快来报名到 五指腾爱琴老师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人气当同演员瞬间 全哥天后 张云云 走 走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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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